由於我們家最近熱烈壞了 不知道等到天荒地露才有人來製作 所以我們去買暖風機回來 大家對這個品牌的暖風機應該都很熟悉 在香港經常都看到 不過有一個驚喜的地方 因為我們在香港用的 有一個類似save lock的東西 在地上 可能有拿起來就會停了 然後再放進去 就要重新開啟這部機 其實我當時用的時候我覺得頗不方便 來到這裡 原本打算有熱烈就不用用 誰知原來當你的熱烈壞了 你要用 原來你拿個暖風機過來 可能放在你附近 你不用每次都開整個屋的熱烈 或者其實你家屋可能只有你一個人 你又不用開這麼多地方的熱烈 又可能省電 好像用起來感覺都蠻好 因為有熱烈也蠻貴的 如果不停煲電費 如果你到處都開了 都蠻金的 而且有些發現 Radiator 其實都不是全屋很暖的 因為可能有些地方去不到 都不是整個屋很暖 然後用這部東西之後 感覺又好像 你可能坐在這裡 它放得近你的腳暖住 可能感覺更好 比你開整個屋的Radiator 那你覺得這個貨在腳邊 它比較好 還是地熱好 如果整間屋會暖和的感覺 那當然是地熱好 但如果二樓 通常不會有地熱 通常都是Radiator 所以我又覺得 這個感覺又好像比Radiator 這裡整個二樓一開 就可能可以上整間屋 可能小女兒又覺得很熱 但她媽媽因為年紀大 又覺得很冷 如果有這個 我就可以只開給我自己 我又不用拿去熱定動 我覺得冷我就可以開 那好像有自主性 可以自由地 上開就開 不開就不開 那這部機 你覺得用的時候 升浪 熱度 可以嗎 這不是很有趣 它這部機 比起我香港用 我覺得是 還要比香港那部靜一點 然後我發覺 其實它可能是新款 設計 你見它後面 作為媽媽 我就很擔心 究竟它是怎樣清洗的 其實你見到它打開出來 這裡是一個濾鏡 嘩 開得到的 是這樣的 因為剛才左腰不順手 其實你見到它 它不像香港 你看到它的面 香港類似是有一份紙 很薄的 我當時經常洗 我覺得很容易冷 它可能改善了這個設計 它其實主要整部機 只需要清潔這個部分 又不用換濾鏡 又不需要性 我覺得感覺又好像很容易清潔 很簡單 對 我好像以前的暖風機 長期都有濾鏡 後面積塞了一些風筒 對 它好像有一張紙 但那張紙很容易弄爛 又覺得整液都不乾淨 它這個感覺就好些 現在買回來覺得用開油 然後最主要 還有就是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至少它下面沒有了那個save lock 你拿起的時候 或者你想搬一些位置的時候 它又不會讓你重新開過 感覺良好些 對 間時真的很白癡 一動就開過 一動就開過 對 而且這裡有一個Eco Plus的按鈕 我覺得比較好些 就是你按這個 它就可能幫你整間房子自動行溫 又不用像以前那樣 又加又減 要一度封 兩度封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按這個 然後可能我會定時自己調整個時間 因為其實你知道這裡天氣凍 你可能開著了 離開了 我又忘記了 可能還會穿 如果我總之一開著 我可能就會調整一個時間 至少如果我忘記了 它自己也會懂 有沒有遙控之類的東西可以控制 當然 當然有 我們現在這麼新穎的地方 當然有遙控 你看到遙控 你看到遙控 我配合給大家看 其實它的按鈕跟主機上的都是一樣 終於有正常人的設計 即是覺得主機是怎樣按鈕 它應該有遙控是怎樣按的 沒錯 所以其實你按遙控 跟那個也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比較人性化的設計 還有最好的地方 它是真的比較靜 我覺得如果你睡覺的時候 開的時候 都不像香港那樣 其實都真的挺吵的 所以這一部機都OK 中間最主要的中間是 它真的比較輕身 香港那個真的比較重心 對 而你可以單手這樣秤的 應該都很輕 對 但是它夠熱的 我覺得這個時刻裡面 as long as 我現在沒有HITTER 我們現在三度天來說 它也算夠熱 都OK的 其實 如果現在這樣 三度天一兩米範圍 我想 那當然你不會expect 它好像地熱 或者HITTER 你會整個房子 穿短袖衣服在家 但是不會 在家裡有感覺 打爛陣 如果它在你附近 對 睡覺真的有時候冷到打爛陣 沒有HITTER 如果我覺得大家有考慮 省電 或者是 其實都要買個保險 好像現在這樣 好像現在這樣 到了冬天 你想要熱的時候 那個HITTER就可以壞了 你的HITTER 就很麻煩 而且最慘 這裡要等很久才有人來做 是啊 說得來做都已經一兩個禮拜 所以冷一兩個禮拜就冷死了 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起初打算這邊有HITTER 暖風機都不用了 誰不知原來這裡都是要買的 還有因為價錢跟香港比 好像還要便宜一點 不重要 真的 不過可能便宜100元港幣 差不多 對 還有Texel也便宜100元 對 這裡賣900多 香港賣1,000多 差不多 這個你覺得 推介程度有多高 但是你覺得有什麼需要的人才會買呢 其實說真的 我現在覺得 除非你對自己的boiler 或者是radiator 很有信心 因為其實這裡的樓 可能都20年左右 因為我們這裡的boiler 都是20年左右 他都會死死你 如果你中間的保護 可能做得那麼好 就死的了 對 他的boiler的風險都相對高 我又覺得 都是那句 如果你正常的 我又覺得 你當是省電的 你偶爾只是想 WARM你自己 可能你有自己的家 在一個人在家 不用整天開了整個家 我覺得他有省電 還有可以在你附近 你會暖和一些 另外一個就是 對你意外 不注意 或者一些heater 不work的時候 他都會有個保險 還有我們發覺鄰居 對於群組的人 很多都說 你沒有heater 也有heater 每天都有一個heater 都是的 他們每個都可能在聽到 會有一個 external 的heater 有些類似的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推介 給大家考慮一下 來到這面 不怕真的 Radiator 香了的時候 你還可以為馬 一堆人為勞取暖 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 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頻道 按一按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